今天讲一讲这个寻荣点学中的账法 应网友的要求要我给你讲一讲账法和折日的方法 也就是日课 今天讲的是账法 明天这个世界再讲这个折日的方法 寻荣点学当中的账法 点学方法基本上就是四种方法 账以盖状 就这种四种方法也是四种账法 形容点学的方法有四种方法也是账法 就是下账的方法有十二种方法 咱先讲讲这四种方法 这个账以盖状 这个账是个多印字 它可以念念 但是在风水当中是叫账 它念战是个多印字 这个战就是铁 融合 用于卧学 就是 一来阳寿 取卧 卧 取这个卧 因为地气 因为一来阳寿 地气可地下走的 不是可腐皮走的 形成卧 地气在下面 要跟他站在一起 要跟他站在一起 融合 实用于卧学 实用于卧学 这个乙呢 顾名是义 它就是骗 这个来的气脉 结的学 它是一个骗学 气行骗 往一 行到一边去了 在一边结学 叫做 而用乙仗法 乙仗法 就是骗座 你欺骗 我骗座 就叫乙仗法 这个盖 盖就是盖上帽 就是图学 盖帽 实用于什么方法呢 就是坐在骨盖上 坐在骨库 就是几乎 绝大多数都是 用在这个平原笼上 平原笼 平原喂羊 这个骨出的地方喂印 阴阳结合 必须去盖 用盖的方法 就是去坐在这个骨盖的点 用盖的方法 在善地龙的方法 用盖的方法 就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龙虎搞 龙虎同时搞 要去坐球 坐在这个球上 达到龙虎不弃学 用盖的方法 去坐球 这个撞的方法呢 就是撞击 冲击 冲击去 去撞这个球 就是这个圆球 形成一个地 这个气来 素气皆学以后 做白的就叫龙蛋 龙蛋咱们去撞这个球 就是阴阳 阳朵 阴嫂 去撞这个球 就像咱们打台球 这个白球呢 这个台球盖一顶的 帮下去撞那个球 就意思 就是咱们下葬的时候 就是去凑在这个球的 金跟铁 去撞击这个球的意思 叫撞法 就是摘以盖撞 就这四种方法 但是在下葬的时候 在下葬的时候 这个方法有十二种 其他的方法 讲不讲 没什么大用 咱们风险爱好者 葬法呢 有十二种葬法 但是就是最常见 最常见 咱们风险爱好者 最常见 也是最需要了解的 就是肾脏和浅 肾脏和浅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需要肾脏 什么地方需要浅脏 这是咱们风险爱好者 要掌握的问题 如果需要浅脏的地方 脏肾脏了 那就是极敌变成兄弟了 需要肾脏的地方 你脏浅了 那这个地方呢 地气因为 这个地方的地气 跟地下走的 你如果脏浅了 他顾不着地气 他结不着地气 他就发挥不出来 相应的风险效应 就是风险效应 充分发挥不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地气能处一个 线细的管 那么你脏 这个地上需要肾脏 你脏浅了呢 他连寸干部也出不来 他们地气 结不到地气了 咱们行动典学 就是要结的这个地气 有肾脏浅脏的方法 什么地方需要肾脏 什么地方需要肾脏 一半的是 卧学 卧学 一来养寿卧学 为什么卧学 要实行肾脏 这个卧学 要是因为卧学 一来养寿嘛 卧学 到洋卧的地方 地气在地下了 地下走的 他不铁地皮走 再一个卧学 都是一个卧折的呀 卧折是一个卧状的呀 经过下雨的 经过风吹雨的 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 这个水土流失 都往矮的地方流啊 水土流失 这个雨水 把这个泥土 都冲击到了 流到了这个卧的地方 外的地方 外的地方呢 他的福祉土 冲进的孕泥就厚 所以地气把地气 盖在下面 咱们掌握的时候 一定要肾脏 达到什么程度位置呢 有的说半管 有的说全管 这个是 是不标准的 达到肾脏 要达到什么程度 肾脏要达到什么程度呢 哎 挖到老土 就是见到原始土 它这个龙 那龙脉的 镇征的那个 原来那个土 浮土 它没有劲 它盖着地气啊 咱们 开井的时候 也叫开这个窝 挖这个矿的 东北叫挖矿的 南方要开井 开井的时候 一定要见到老土 而见到老土 就位置了 哎 但是不能太慎 慎到一定程度 就是把地气给挖破了 哎 地气漏了 所以把这个地 就给报废了 哎 要深浅和四 就是见到原始土 位置 哎 有不少南方人啊 特别南方人 喜欢慎脏 啊 慎脏 就像挖 往前挖这个井 挖到很慎很慎 就要看看底下 是不是五色土 见到五色土位好 为了见到个土 而把这块地给飞了 哎 就这个意思啊 嗯 我学 要喜欢慎脏了 因为它那个 扶植土 玉泥相当厚 哎 咱们慎到什么程度呢 就要见到它的原始土位置 哎 有的地方一来生 有的地方一米来生 有的地方一尺来生 那深浅不易啊 咱们必须要见到老土位置 哎 才能结到地气 啊 嗯 什么地方需要浅障呢 这个浅障就是图学 这个图学吧 啊 图学不就是骨盖子吗 骨盖子经过风水雨林 水土流逝啊 骨盖子原来就要露到龙骨头了 哎 咱骨盖的地方就不能胜脏了 哎 特别这个做球 哎 这个用盖的方法 做球的时候 不有风水上不有这么句话吗 哎 做球 误伤脑吗 哎 这个球 你坐在这个球的上 上边 紧上盖上 就像坐在头顶一样 你不能上到它的脑啊 哎 你上到脑 逼住胸啊 哎 就像咱们做球 这个气球 如果咱们往下挖的话 把这个球挖破了 气不就散了吗 就爆了 就气球就爆了 再一句话 龙蛋它不有一个外壳的硬壳吗 和鸡蛋一样 如果咱们脏的时候 破了 给它把这个外壳给破了 那么鸡蛋破了壳 还能不能孵化出鸡蛋了 这不就成了一个肺蛋了吗 哎 做球就是 该用该的方法 做球没上脑 上脑逼住胸 哎 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蛋壳给打破了 它浮化不出来 浮蛋了 龙蛋也是啊 龙蛋不能上了外壳 咱们仗图和球的时候 特别做球的时候 做球一定要浮上 不能就是多少 庆一庆外皮就可以 不能往下开身的脚 开身井了 这个蛋就破了 也就是说 这个气球破了 气就散了 就这个意思 气就散了 这个地方就 极力变成了胸壁 哎 破蛋壁足胸嘛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图学要浅障 卧学要慎障 慎到什么程度 建造老土的意思 哎 原始土的意思 这个图学也是 他水土流失 这个骨盖的水土流失 特别严重 你一开皮就建造老土了 但是你就不能往下再开井了 再开井的话 你要是上龙骨了 上了龙骨不就竹胸了吗 就这个道理 哎 学有肾脏浅障 咱们今天讲的 在风水当中 就是经常建造的 肾脏浅障 其他的方法 还有架杖 比方说 这个 莱隆 气距相当足 但是到洁学那个地方呢 正气化成圈水了 哎 要想用这个地方 这个莱麦 莱隆 那个居气失足 莱隆有金呢 就为了用这个地方 咱们用架杖的方法 古代吧 既没有计划 用木头 打个架了 把棺材架在表 然后挑土给它埋起来 照样发质 照样发质 只要气化水 葬完以后 水又化成气了 震气再不化水 水就没了 现在咱们架杖的方法 用现代化工具 用蝉车 用勾气 把泥 把这个 全水给填起来 脏粉 照样发质 这就是震气化水 咱们经常用的方法 就是肾脏浅浅 咱们风水爱好水 其他的方法 可以不去用 就用肾脏浅浅浅的方法 主要是 在 以 盖 装 就这四种方法 明天咱们讲的 折日方法